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关注彭博社最新报道 中国正准备迎接可能的最坏情况 它成为美国选举中的替罪养 在十月份的美国大选中 北京已成为重点攻击目标 习近平主席政府正抵制任何可能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生反作用的举动 中国在上周展现出了克制 此前乔拜登总统在一个摇摆州的竞选活动中 抨击北京称其筹外 并誓言将对中国钢铁和铝出口的关税翻番 这个州的铁锈带岗位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 华盛顿对中国的造船业展开了调查 导致中国该行业公司的股价下跌 国会还加速了迫使TikTok 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剥离的努力 通过将该决定捆绑到上周六通过的一项援助法案中 对所有这些的中国反应相对温和 在一项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举措中 北京对饼酸进行了反制性关税 据海关数据显示 去年这一出口市场对美国价值700万美元 官员们对造船业的调查不屑一顾 称其是有关国内政治的事情 并转移了对其一名政策的批评 询问拜登是否真的在谈论美国 11月拜登和习的会晤之后 中国明白了中美关系不会完美 但相对于去年有所改善 在人民解放军担任过研究员的 现任北京智库大观研究院 美国研究部主任朱俊伟说道 中国正在学会更加务实 更加实际 更加划分不同领域 中国政策制定者 已经在与长期的房地产危机 和国内需求疲软做斗争 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加剧紧张局势 在依靠出口达到年度增长目标 约5%的同时 北京正依赖于兴旺的美国消费者 温和的另一个原因 最新的美国措施对其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目标金属很少 造船业的调查需要时间 参议院仍然需要批准TikTok法案 如果拜登签署该提案 该公司可以提出禁令 白宫高级官员正在寻求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 以维护两国关系的框架 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抵达中国 他将详细解释中国公司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支持 如何影响欧洲安全 布林肯此行是在财政部长贾内特·耶伦 本月早些时候访问北京之后进行的 这也是中国新国防部长 与美国新国防部长之间的第一次电话 虽然北京可能会对基本上 是象征性的关税提出意义 但TikTok被美国实体收购的前景 似乎让中国感到担忧 Politico周三报道称 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正在悄悄会见国会工作人员 游说反对该法案 美国驻中国的最高外交官 就北京对美国可能禁止TikTok的反对发表评论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 他不会允许这个拥有1.7亿美国用户的应用 被强行出售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表示 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个 受欢迎的视频分享平台操纵选举 这一流行的视频分享平台表示 它致力于保护这些选票的完整性 另一个选择是 北京利用其通过技术出口 和外国收购管控技术的国内措施 通过剥夺TikTok的算法来限制任何出售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说法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马约瑟夫格雷格里 马洪尼表示 相互信是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 制定的一个关键特征 他补充到 北京也意识到了 美国竞选周期的鹰派性质 如果拜登的竞选对手 唐纳德特朗普在赢得第二个任期后承诺 对中国进口征收60%的关税 那么2025年爆发的贸易战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据迈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林称 但是今年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 并非所有的紧张局势都归因于选举姿态 在过去的四年里 拜登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列入了更多的中国实体黑名单 他推动美国盟友加入了他的运动 以阻断北京获取高科技芯片的通路 以国家安全为由 拜登政府认为 对尖端半导体的限制属于小院子 高维墙的战略 但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会妨碍其他领域的贸易 尽管工会工人反对中国造船业的请愿 主要集中在对不公平补贴的指控上 但其中也融入了国家安全因素 我认为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 不存在被视为过于严厉的政策 对中国的情况 Henrich基金会贸易政策主管戴博拉 埃尔姆斯说道 中国当然希望 今年限制损害 作为行业如何发动力量 以利用鹰派选举季节的例证 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本月早些时候 要求拜登停止批准中国运营商 开展飞往美国的新航班 理由是北京的反竞争政策 习近平支持普京总统 让他国的飞机能够通过俄罗斯缩短航线 而美国航空公司则因美国单方面 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被排除在外 目前尚不清楚拜登将如何对此作出回应 但很明显的是 美中关系现在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地位 根据华盛顿圣普森中心 中国项目主任孙云的说法 竞选年份 事情不会变得容易 即使在华盛顿旨在稳定关系的时候 竞争仍然是主导主题 他说 考虑到选举年 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北京对同期报告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3%表示满意 表明其经济处于稳定复苏阶段 但该领域的显要人物表示 公司出于多种原因保持谨慎 上海美国商会前主席科尔吉布斯表示 美国公司现在在中国的运作 基于一种新的工作模式 尽管中国业务的本地化继续进行 但在外国员工大规模离开该国后 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 这是由于政策的变化和双边关系的恶化 吉布斯现在是旧金山大学 中国商业研究计划的执行居住者 他说 公司正在将其中国业务分隔开来 使其在更多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没有人对此感到满意 但这是新工作模式的现实 这减缓了投资 它降低了投资热情 这影响了业务 但不会关闭任何东西 它不会导致他们退出中国 但这对业务造成了拖累 吉布斯补充说 沟通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 因为许多高管由于签证问题和航班不足 而仍然面临前往中国的挑战 尽管第一季度的FDI变化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1.7% 但三月份的数据显示与今年前两个月相比增速放缓 今年三月份的新实际利用外国投资额为870亿元人民币 比一月份的1130亿元和二月份的1020亿元有所减少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与2023年同月相比 今年三月的数据也下降了38% 商务部自去年以来就为公布美元级的FDI数据 称第一季度的下降是由于2023年同期基数高 在经历了三年严格的防疫政策后 中国首次重新开放大门 那一季度见证了创纪录的投资流入 商务部补充说 从一月至三月 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2086家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7% 欧盟驻中国商会前主席约尔格·瓦特克表示 尽管中国经济规模仍是许多外国投资者留下的原因 但他们对在中国投资的热情恢复的比较缓慢 中国在让国际参与者参与这个经济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这个问题与他们在某些业务领域仍然强调自力更生有关 瓦特克说 例如他补充说 汽车、机械和化工行业是中国希望得到外国投资的领域 而与技术相关的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很难发展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长期为中国政府担任顾问的郑永年也持有类似观点 他表示 中国提振投资的下一步是确定外国公司可以参与的新产业 传统的经济投资领域已经达到了私人和外国投资者的饱和点 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开放新的产业 让他们投资 以寻找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生产力 郑永年说道 这是北京提出的一个术语 用来确定具有增长和创新潜力的经济部门 深圳基金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补充说 数字和绿色经济等新的增长驱动力应该为私人和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参与机会 随着在大流行病期间持续增长的利用FDI流入 2023年下降了8% 直接投资责任 在30年来增幅最小的一年里增加了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经常被引用为外国投资者继续保持谨慎的原因 美国商会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受访者没有计划扩大在中国的投资 即使一些人对美中关系的稳定感到乐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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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